7月11日,上海广播电视台,看看新闻news案件聚焦栏目微信公众号,发布一则案情,一名自称是银行高管的男子同时与四名女士保持婚姻或同居关系,并榨取他们的钱财,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6个月。 2019年9月25日,结婚三年,有个两岁女儿的郑小姐向派出所报案,声称丈夫顾某诈骗自己60多万元,还骗了自己的亲戚130多万。 丈夫说是跟别人合伙开公司,但是钱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 郑小姐和丈夫顾某相识于2016年,当时顾某自称是银行高管,明台高小毕业。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,于2016年11月在香港登记结婚。 但是,郑小姐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,她希望丈夫为了孩子考虑能和她在上海领取结婚证。 但是每次顾某都是推三足四。 最后,带着疑问,郑小姐把电话打到了她父母家。 郑小姐的这次电话,让自己和电话另一头的马小姐都震惊不已。 原来,30岁的马小姐同样也是顾某的妻子。 2017年1月,马小姐与顾某在上海登记结婚,并育有一子。 随后,马小姐发现顾某在外面不止一个女人,也不止一个孩子。 顾某承认,2017年7月,自己和郑小姐婚后第八个月,和马小姐婚后第六个月,还和另一名女子弥小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。 据了解,从2016年到2019年,顾某周旋在三个女子之间,利用自己吹嘘的银行高管的身份,她不仅在几个女人间游走自如,还从中获利颇丰。 2019年3月,顾某与马小姐离婚。 随后,她又于2020年11月,与李女士在广东登记结婚。 2021年2月,顾某因诈骗嫌疑,被浦东警方抓获到案。 根据公安部门的调查,2011年,顾某和预有一子的徐某离婚。 2016年11月,和郑小姐在香港登记结婚,预有一女。 三个月后的2017年1月,顾某与马小姐在上海登记结婚,预有一子,并于2019年3月离婚。 2017年7月,顾某与梅小姐以夫妻名义生活,预有一女。 2020年11月,顾某又在广东隐瞒过往的婚姻状况,与李女士登记结婚。 在与李女士结婚前,就从李女士那里,又骗到了50万。 顾某在三年多时间里,与四位女子保持了婚姻或同居关系,每一位女性被她诈取的钱财都在50万元以上。 最终,检查机关认定,顾某诈骗米小姐80余万,诈骗郑小姐的亲属130多万,诈骗李女士50万。 但是,郑小姐和马小姐的钱款,并没有被认定为诈骗所得。 上海政法学院赵玉峰教授认为,由于婚内财产没有分割或者公正,顾某和郑小姐的钱款属于夫妻共有财产。 所以,郑小姐不能以诈骗共同财产为由报案,其他两位婚内被诈取钱财的合法妻子也面临同样的状况。 而同样被诈取财产的米小姐和顾某,虽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,实质上属于同居关系。 顾某明知没有能力偿还,还编造理由要钱,则属于诈骗。 除了通过恋爱,结婚祸害女性之外,顾某也祸害自己的同学和朋友。 她通过虚拟深圳有项目,伪造微信哄骗同学朋友,以各种理由要钱供自己去澳门赌博挥霍,陆续骗走项目的合伙人30万元。 检查机关认定,顾某诈骗的全部金额将近300万,而这些钱全部被顾某送进了赌场。 顾某还曾经因为挪用公款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这样的前科劣迹,如今要付出更重的代价。 日前,经过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,顾某犯两个罪名,一个重婚罪,一个是诈骗罪,合并执行是11年6个月,罚近10万元,剥夺政治权利一年。